大家好,我是国泰国安财富管理投资顾问Square 昨天美联署主席鲍威尔表示 通胀达到2% 和就业数据达到满意的程度之前 都不会加息 而这两项数据 预期在明年年底前 都没有明显的改善 言论后市场预期 明年年底之前 美联署都不会加息 令美汇指数明显回远 其他外币反扑 美汇指数已经远到91.70水平 近期有低位 短线来说趋势会继续看跌 上方重要阻力是92.20和92.80 虽然美联署有这些言论 而且经济的黑皮书都显示 不同地区都有复苏的情况 以及打疫苗都令到经济反弹 但美元也会下挫 其他外币明显反弹 在欧元方面 已经反弹到1.1970水平 短线来说1.20是明显的上方阻力 上方阻力是1.2040和1.2080 而欧洲央行之前也发现 在PEPP 就是债券购买规模 在2022年3月之前 也不会再继续 反映欧洲央行 亦预期经济复苏 而大动了 因为疫情而影响经济 也会恶复 因为有不同的地区 都会开始打疫苗 因为英国来说 会领先其他欧洲国家 但其实欧洲其他不同的国家 都是打疫苗的接种情况 都会追落后 令到欧罗的反弹 比英国强的近期来说 所以令到欧罗都会反弹 暂时是1.1970的这些水平 而英国方面 暂时是1.3770的这些水平 整股 短线来说 趋势都会提升 下方重要的支持是1.3700 和1.3640 今个星期 就是纽西兰央行 公布了议息的结果 一如市场预期 是维持利率 在0.25厘不变 以及资产购买规模 都是不变 随着旅游气泡 可以促成 可能在新西兰和澳洲方面 他们的旅行互动方面 刺激到楼园都明显反弹 暂时是0.71、40 这些水平整股 趋势都会提升 下方重要的支持是0.70、80 和0.70、20 我们下期再见